鉴赏无损音乐的基本知识和经验 了解音乐的基本元素 如旋律、和声、节奏和音色等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欣赏音乐 选择高质量的音频设备 如高保真音箱、耳机、音频接口等 以确保音质的真实还原 选择高质量的音频文件格式 如FLAC、iLEC、WAV等 以确保音频文件没有经过压缩和损失 选择高品质的音乐作品 如经典的古典音乐、摇滚乐、爵士乐等 这些作品在音乐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也是无损音乐的经典代表 在欣赏音乐时要注重细节 从音乐的细节中品味音乐的深度和艺术性 了解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流派 如古典音乐、摇滚乐、爵士乐等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欣赏和理解不同类型的音乐 多听多比较,不同的音乐作品和表演者之间存在差异 通过比较不同的作品和表演者 可以更好的了解音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了解音乐的背景和历史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理解音乐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进一步提高音乐欣赏的水平 PCM音频格式和DSD音频格式是两种不同的数字音频编码技术 它们有以下几方面的区别 PCM脉冲编码调制 是一种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技术 它通过对信号进行等间隔的采样和量化 然后用二进制数表示每个采样点的幅值 PCM的常间隔式有WAV、AF、ELEC等 DSD直接流数字 是一种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技术 它通过对信号进行高速的采样 但只用一位0或1表示每个采样点的电频变化增大还是减小 DSD的常见格式有DSF、DFF等 PCM和DSD的主要区别在于采样率和位深度 采样率是指每秒钟采样的次数 位深度是指每个采样点用多少位来表示 PCM的采样率一般在44.1KHX到192KHX之间 位深度一般在16位到24位之间 DSD的采样率一般在2.8米HZ到22.6米HZ之间 位深度固定为一位 PCM和DSD的优缺点各有不同 PCM的优点是可以更精确地表示信号的符直 适合处理复杂的音乐细节和动态变化 PCM的缺点是需要较高的存储空间和传输带宽 而且可能产生量化噪声和湿针 DSD的优点是可以更忠实地还原信号的波形 适合表现纯净的音色和空间感 DSD的缺点是需要更高的时钟精度和参考电压 而且可能产生超声波噪声和滤波器时针 PCM和DSD的选择取决于个人喜好和设备条件 一般来说PCM更适合普通用户和普通设备 因为它更容易获取和播放 而且可以兼容多种音乐风格 DSD更适合发烧友和高端设备 因为它更能体现音乐的本质和氛围 而且可以享受更高级别的解码 声场和节向度是两个音响领域的专业术语 它们分别表示了音响系统对声音空间的在线能力和声源定位的清晰度 具体来说声场SoundField是指声能覆盖的空间范围 也就是声波机械能存在影响的场域 声场可以分为自由声场 幻想声场和进场声场等类型 不同类型的声场对音响效果有不同的影响 一般来说音响系统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理想的声场 使得听者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空间感和氛围 节向度Imaging是指音响系统对声源位置和形状的在线能力 也就是听者能够在声场中准确地辨别出不同声源的方向和大小 节向度高的音响系统可以让听者感觉到声源就在眼前 而不是模糊不清的一团 节向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音响的设计 摆位 相位 频率响应等 声场和节向度是衡量音响系统性能的重要指标 它们相互影响 但又不完全等同 一个好的音响系统应该具备宽阔 深沉 平衡 透明的声场 以及清晰 稳定 自然 立体的节向度 从而让听者沉浸在音乐中 在音乐领域中通常将声音频率分为三个范围 低频 中频 和高频 低频 指的是频率较低的声音 通常在20赫兹到250赫兹之间 低频声音是指那些低沉 有力量感的声音 如贝斯吉他 低音提琴 大鼓等 中频 指的是频率处于中间范围的声音 通常在250赫兹到4000赫兹之间 中频声音是指那些中等音调的声音 如人声 吉他 钢琴 小提琴等 高频 指的是频率较高的声音 通常在4000赫兹到2万赫兹之间 高频声音是指那些尖锐明亮的声音 如铃铛 高音提琴 人声的高音部分等 不同频率的声音 在音乐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重要性 低频声音可以增加音乐的力量感和节奏感 中频声音是音乐的主要组成部分 可以传递音乐的情感和表现力 高频声音则可以增加音乐的明亮度和细节感 在音乐录制和制作过程中 需要合理调整不同频率的声音比例 以达到音乐整体的平衡和协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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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